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们做直播 OK 有吗 有没有人在心上啊 看一下 OK 好 开始上线了 来同样的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声音和这个画面 会清楚吗 来我看看一下 OK 开到了 OK吗 大家晚上好 好多人上线了 好快 OK 声音清楚吗 听到声音吗 OK OK 我这里check了 没有问题了 好的 大家晚上好 这几天都没有做直播 好像是那天8月31号做直播了 过后就到今天9月3号 才又开始做直播了 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也不会很长的时间哈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的话 帮你解答一些风水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可能就 问 问关于命理风水 任何东西都可以哈 OK OK 来 有什么问题哈 有什么问题哈 你们现在可以发问了 我在看着电脑这边 当然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就会讲一些风水上的知识 让你们在半个小时里面能够学习到风水上的一些知识哈 OK 我看一下哈 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一下下 OK 有吗 那今天 我也是才刚回来哈 那今天跟 一个朋友在那边喝茶 所以回到来就讲 反正精神还很好 那就在线上跟大家做一个直播 那明天早上呢 一早我就会上基隆坡 那 后天我也是在基隆坡 两天都会上基隆坡哈 那上基隆坡 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做直播哈 现在就有这个时间 我们就 来上线讲一下东西 任何东西都可以分享哈 OK 你们要谈什么都行 来 然后你们就是一定要写到 我要live chart 之类这样子哈 但是不要问太多关于你自己八字的减癖之类哈 因为我觉得 减癖很多时候 就我跟你沟通吧 其他人学不到东西 那我们在线上呢 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希望大家 能够 好好利用这一个机会 来学习关于风水上的一些 一些 知识 当然就是能够的话 这live chart去你的家看看 排一下你家的那个 位置哈 然后询问我关于风水上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哈 就是不要从 整间屋子给我看哈 那感觉上就已经看完了整个屋子 那当然你们调一些重点 比如说关于大门口 你们有一些疑问 有些问题 或关于神台的 或者可能关于你的 台位的摆设 或者是可能你的厨房 或者是 睡房 我们找一样 一个话题哈 一个人一个问题 那不要一个人就整间屋子看到完我 那我觉得对其他的人 可能有点不公平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 限定下来哈 一个人一个问题 想清楚你要给我看的是哪一个位置 OK 那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找live chart了哈 看一下 有没有人要在live chart哈 OK 有吗 有人在live chart 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 我们不用等人吧 因为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今天要早睡 明天要上基隆坡 很早的时间要出门 OK 可以吗 OK 我看到有人讲要live chart了 我就click你哈 闯亮烫闪 烫亮窗吗 就是 OK 不管啦 你看到我iPhone 你就借 借你的这个电话吧 OK 可以吗 诶 断线了 那再来 还有人要做LiveChat吗 我就随便click click到谁就是谁 有个青青色 放了很多图案的 这个电话有点 非常抱歉 Janny我click你 可是不被允许 我invite不到你来一起做LiveChat 现在我们inviteJoanne Joanne OK OK 然后要做LiveChat的朋友 请你们准备耳机 因为要耳机来跟我沟通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没有耳机 你直接这样讲 可能他有很强的回应 大家听到都很辛苦 来我们看一下 有吗 有吗 Joanne接线了吗 用耳机 OK可以吗 找到你的耳机吗 Joanne 我听到他在 然后她们请我们旅游一早 不是Joanne吗 女生 怎么变成个男生 没有 一压死啊 我老婆 在厕所下 在厕所下是你按的啊 你有问题要问还是你老婆有问题 一下子啊 好可以 OK OK 来 他只讲要问神 神座 神座 关于神台的风水啊 因为我是在新加坡的 OK 在新加坡 我是 因为 他是讲要问财位啊 财位还是神座啊 神座啊 因为他的风水 看会不会适合啊 OK 我转给你看啊 OK你转那个画面给我看啊 OK 大门口在哪里 家里大门口在哪 大门口 大门口 还是公寓吧 没有 政府职务 政府职务 那就大门口直接干进去 就是你的神座 这是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后面去厨房 后面去厨房 反正是他顶着的 吃饭座 吃饭座在旁边没有 对着大门口这是正确的 OK 然后 这样子的话 你要询问什么呢 你走进去要给我看 你的神台是吗 还是什么 神台 然后神台 这样子适合吗 还是 OK 我看一下 拜观音哈 OK 下面呢 土地 下面土地 对 土地公哈 OK 对 平时没开灯的哈 有 可是是开小灯 因为厨一十五 拜神的时候 可以开大灯 OK 可以 起码有一点亮灯 不要太暗 OK 我是两个宝莲灯的哈 嗯 两个那个莲花灯 那个莲花灯 对 然后有拜的时候 除以十五才有开这个灯 上面的那个大灯 对 对 整体上你的神座是正确的哈 现在你还要问什么呢 哦 那个财位啊 OK 从大门口看到 你看吃饭做的那个角落头那里 这是一个角落头吗 这是一个角落头 所以角落头是空的 对 OK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明财位哈 进门口的那个雪对角就是这一边 这个角落头 这个角啊 对 可是你这里完全空着哈 没有放东西哈 之前是有放风扇 哦 风扇啊 风扇就不行 什么都好风扇不要放 风扇我移来这边 因为这里是大型 因为这里是大型 OK 可以 风扇移去那边 正确 OK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 静门这里是邪主 这个 这是哪里啊 静门的 旁边是吗 对 这个神台旁边 嗯 旁边这里 没有问题 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这个财位是这边 肯定是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 然后摆什么东西 嗯 你能够的话 比较简单 又比较经济的呢 我们就摆铺满 我们自己的 城前的那个铺满哈 你就放一个小桌子 一定要放桌子 或者shelving 你可以去乙家买那种shelves 嗯 没关系 它只要一点点高 起码不是直接在地上 哦 直接在地上 怕扫把啊之类 这样子会扫过去哈 所以它一定要提高一点点 提高一点点 那一个小桌子是最理想的 那桌子上面 你就放一个铺满 或者聚宝盆 比较简单 比较经济 当然铺满是最好 但记得财位的铺满哈 不是去买一个新 空的新的铺满 这样放着不可以 它一定要最少 有一半的钱在里面的 我一个招财猫 可以放吗 招财猫 那是本人的哦 我一个招财猫 ok 可以放吗 应该是有东贡的 哦 东贡啊 东贡可以啊 钱 把家里现成的东西搬过来用 不要特意去买东西 家里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拿来摆风水的 可以拿来用的 可以拿来用啊 可以拿来用的 可以拿来用的 不用刻意去买的 彩位就是拿一个坐纸跟铺满 还是什么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当然最好呢 其实我们是喜欢有磁产 有一个能量 有一个磁产 这个地方是你物质里面 气场进来地 不要聚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能够有磁产 让它聚在一起更加好 那有磁产的东西 当然我比较鼓励 一下来都比较鼓励 我们可以用的是水晶 所以水晶聚宝盆是蛮好的 聚宝盆 水晶有一种叫聚宝盆的 它就是一个下面 然后上面一个这样子盖 它其实是一个石头破开来 这样子的意思的 所以它有很好的 把这个材器给聚在一起 有分什么颜色吗 紫色黄色白色都是ok的颜色 这些都ok 紫色黄色 可以可以 然后我的厨房是ok的 你不可以问完全家 再帮你看多一个就行了 好 谢谢你 来 我们看厨房 这个是水的 这个是洗碗盆 你的灶炉呢 煮的在旁边 是真对道吗 还是对旁边 还是没有对道 这边一幅墙 ok你的洗碗盆的对面 是什么东西 洗碗盆的对面 洗碗盆的对面是主炉 对到旁边 主炉的旁边 对吗 可以这样讲吗 对旁边 对到旁边 对到旁边主炉 这个就有一点水火香葱 水火香葱 虽然它不是正对 它不是正对 可是它对旁边 也是属于水火香葱的一种 然后这样要怎样改 水火香葱通常 能够的话 再走开去你的灶炉那边 拍一下 再靠近一点 看一下你的灶是在哪一个位置 灶炉是正面 是在里面一点 正面是在这边 ok有 当然我们相信就是 你哪东西遮挡掉 你看不到基本上 就没有这些香葱 这边挡 你可以挡一个divider 不用太高 大概是在五尺 地上上来在五尺 或者是桌面上来 多一个一尺多 下位挡掉一点 放个板可以吗 也行 总是遮掉它 挡掉它 就解决掉问题了 就没有水火香葱的问题 虽然葱到的是旁边 可是还是属于葱的 还是算葱 对 水火香葱基本上影响到的是健康 还有就是 打那个吵架的问题 之类这样子 两夫妻 两夫妻吵架 对 可以可以 这样子 谢谢你老师 不好意思 好可以 谢谢 我们把机会让给下一位 可以 可以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OK 新加坡的粉丝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的一位 我们争取一下时间 嗯 然后就是你 从这里 我们今天又学到另外一个 就是水火香葱 水火香葱不一定只是正正的 就是洗碗盆和赵如 面对面 那个叫水火香葱 然后赵如和洗碗盆 两个 两隔壁 非常靠近 在两侧里面的距离 这个也叫水火香葱 所以可是很少例子会看到 洗碗盆对到赵如的旁边 所以这是比较少见的例子 今天你们看到的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人要在live chat吗 OK 我看到有人要在live chat 我invite你一下 放一些图案 就比较容易看得到你 OK吗 可以啊 我们再等多一位粉丝上线 OK 来 有吗 可以解写咯 哈啰 哈啰 老师你好 哈啰 老师你好 哈啰 你好 哈啰 你好 你带耳机一下 你带耳机一下 我耳机没有在身边呢现在 嗯 嗯 没有耳机 没有耳机 听你吗 OK OK 你有想要看一下我的那个 那个 在你的车上 我最后听到耳朵很痛 我最后听到耳朵很痛 嗯 OK OK 哪里 哪里啊 我现在站在大门口这边 你站在大门口 你站在大门口 OK 看进去屋子里面 看进去屋子里面 嗯 那个 你的屋子为什么进来 你的屋子为什么进来是斜斜的 你的屋子为什么进来是斜斜的 我居然是这样子的 它有这个 然后这样子 啊 啊 啊 OK OK 我现在那个 呃 要买一个神座 要在那个犯座那边 可以吗 OK OK 那么你在转位置 你要犯神座的位置 看出去外面是什么 看出去外面是什么 啊 站在这个你要犯神座的位置 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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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来的 有点远 我们这里看 窗口 窗口来的 最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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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旁边也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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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一个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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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你叫你关键 不让回应 OK 好 OK OK 可以 啊 这个 OK 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得清楚吗 看得明白吗 他这边就是因为他想把神台坐在刚才的那个吃饭桌的那一道墙壁 那屋子进门口的位置 基本上他做了一个平 做了一个divider divider 它是有一个小个子 小个子 那当然divider 这样子divider 如果你不是拿来挡住 有些人是为了做divider 是为了挡住 大门口对到窗户 大门口对到 balcony 对到什么东西的问题 他来做一个divider挡住 但他没有的话 他其实这个是做 制造一个玄关 要不然就是放一些美丽的东西 白色品 那这样子的一个玄关是可以接受的 那走进去里面的时候 神台就对不到 那个大门口了 因为一个divider挡住了 所以神坐的那一个位置 他就决定放在吃饭桌前面 就靠着那一边的墙壁 然后对着前面 最重要神的东西 当你决定要把神放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帮他去想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但帮他去想 你站在你的神的前面 你决定要放的位置 你站在他的前面反过来 就是等于你站的位置 你要跟神站的一模一样 就他坐的位置 然后你看出去外面 什么东西在你的前面 那就是很重要的 什么东西挡着你 就是他的感受 跟你的感受有类似的 所以神台的第一 有一个标准 就是能够的话 神像一定要向着门口 或者是向着窗口出去 不要对着一面墙壁 不要对着一面白墙 他就要有一个地方 给他看出去外面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他符合了 因为他的对面是窗口 虽然有一点远 他要经过饭桌 要经过客厅 然后才看到窗口 但基本上是没有东西阻碍的 他还是一样是属于看到窗口的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在神 要看你是 你是拜什么神啊 当然前面是犯座 前面是犯座 基本上我们会有大鱼大肉的这种现象 OK 那如果你拜的是 是那个观音之类这样子 不要吃素的 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要看这犯一下 所以这个 放在神座前面 犯座 这个其实这个位置 我有一点不大喜欢的 因为你在吃东西 要不就推一下 神的前面真正的那个位置 不要真正对到吃饭的那个犯座 可能就稍微推一下你的犯座 OK 希望能够回答到你的问题 但位置上那个位置是正确的 OK 来 现在我们看多了另外一个粉丝 他犯了好多绿绿色的东西 在吸引着我的眼球 来 我们再click 另外一位进来 OK PC Chunk PC Chunk 有吗 没有的话我click下一位 我们争取一下时间 OK OK 有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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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看不到你喔 开灯吧 等一下我开灯 OK 准备要睡觉了是吗 没有带孩子去房间睡觉 没有读书哈 嗯 老师我帮我先生做简皮吗 要做简皮 OK 你是在什么地方 嗯 静静罢了 OK 那你要知道我们做简皮 你会有很多人听到他的八字哈 他的这些五星这些没有问题啦 出生 出生日子时间哈 OK 可以来 这样子我们 就可以做简皮哈 没问题 OK 没事 19几年出生他 1980年 1980年年轻喔 11月10号 11月10号 杨丽哈 嗯 11月10号 时间呢 啊 时间丑时 丑时 OK 来我们看一下 农历的出生日子哈 农历是在10月初三 对吗 丑时 啊 10月初三哈 杨丽是11月10号 OK 那么 生肖肖猴子哈 1980年 OK 五行里边了 他有算过八字吗 算过命吗 没有哈 嗯 他很像是有有问过而已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很多人 算了命到最后不清楚自己在算什么 也不懂自己五行哈 啊所以上面要知道自己的五行的 你知道他的五行是属火的 金木水火土 嗯 嗯 他的八字里面金木水火土少了一个元素是木元素 他八字缺木的 八字缺木 对 对 所以在他的命里面缺木的哈 所以对他来说 木火 两个元素对他比较有帮助 木火 还有另外一个元素土 三个 木火土 三个都ok的 三个 ok 所以对他有利的 嗯 当然他缺木哈 我们都鼓励补一点木 补一点木的方式 因为是命 是我们的 我们的命来的哈 所以在命里面要补木 缺少的东西 一个人五行七千那是最漂亮的 所以少什么东西 通常我们会补 补进去哈 所以补木的方式 比较普通 是从名字先下手 补一点木元素的名字哈 木 他可以补在 补在名字里面的 那如果名字不想改的话 另外一个 因为命是我们身上的 所以你身上带的东西哈 用的东西 尽量以木元素为主要 明白 那 木元素是有什么 木元素的 有 有木做成的手链 也是属于木原 唐下木啊 陈下木啊 之类这样子 或者是绿幽灵 这个也是属木元素的水晶 能量也是蛮强的 有帮助到的 OK 那么对他有利的 除了木元素是一定要 因为没有哈 另外一个有帮助的是 火元素和土元素 这三大元素 对他都是好的 OK 包括他他要的东西 他用的东西之类这样子哈 跑这三种元素 来 你问 这样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他买 要买房子的话 大概他的方向是靠 OK 方向的话正东方不错 东南方也不错 正东 如果 如果是 北或是南 不适合他 OK 他是属火命人 OK 然后不是很大的火 那北的方向属水 火呢 火这个元素 最一怕就是水元素 所以就会变成 有一点不利到他 对他没有帮助的 所以北的方向不行 他南方是可以的 南的方向是可以 但北的方向就不行了 OK 北的方向不行 北的方向不行了 对 所谓方向就是门向出去外面的方向 整体的方向向出去外面的 那一个方向一定要是南 不然你两个方向弄错好 误会掉 他就是完全倒反的 OK 所以门口外面是向着南方 背后 还是向着北方的 那这样子的 就比较适合他 OK 这样他的幸运颜色啊 这些 对他有利的颜色是 青色 红色 紫色 粉红色 橙色 黄色 褐色是brow color OK 幸运号码是 3号 8号 2号 7号 5号 和0号 这些都是幸运号 嗯 OK 这样 OK 大概3 那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OK 拜拜 晚安 早一点休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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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痞哈 所以 每一次我觉得 这live chat 很多人想要减痞 减痞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在 很多人可能有到处算命 问事情的这种习惯 可能在街边啊 神庙啊 哪里啊 有的算就跑去算了 可是很多人在算了过后 搞不清楚自己 好像算过命了 好像没算过这样子 自己五行数什么 自己的四鹤的五行元素 缺少的是什么 星音颜色 星音号 马归人生肖等等 还有有利的方位等等 这些都还不知道 但不知道这些 我会觉得你好像没算过命 那算过命的人 基本上他这些是一个基本 他一定要懂 还有另外一点呢 比较专业的算命 他一定还有抓到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走的大运 因为八字里面分两种 一个是命 一个是运 我们命运 两个分开来看 有时候你命好 可能运气不好 有时候你命不好 可是你运气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命运 两个分开来算 所以本命中不变的一个定义 本命中你是出生在有钱人 你的一些注定在那边 那运气就代表着你的一生中起起落落的那个运势 所以这两个东西抓到的才是真正的算过命 因为只要你抓到这个算到这个了解了你自己整个命 整个到底我这个人是怎样子的 我自己潜在我自己的一些好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原来我现在这么好 我原来还有很好的东西在等着我 或者原来好的东西已经过掉了 那我应该要怎么再帮助回我自己 所以在算命的好处其实就是 你了解自己的命运 然后从中做改变 我们掌握这些东西 所以既然能够有这种方式 有这种科技 有这种技术 有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智慧 来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破解命运里面的一些密码 一些玄机 所以这么不去算 所以我们知道的 它跟验血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一先去验出来那一个问题 还没有发生可能你会 你会中癌症 可能你会中心脏病的机率很高 那现在赶快做反反 现在赶快保护自己 赶快去做能够做的东西 所以它跟验血是一样 就是一先去知道未来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就是我们叫做去疾病 这样子能够掌握好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看了几个live chat 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不可以讲太迟 明天早上一早7点 我要出基隆波了 所以回到来如果不是很夜的话 那我就有精力有精神的话 我就可以跟你们做live chat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要等多一天了 好的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晚安拜拜 大家早一点睡 OK